其实对于爱情,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,也都会期待自己的爱情,其实有时候爱情的出现是猝不及防的,当你感受到爱情的时候,内心也会特别期待自己的爱情,有时候爱情的到来,让你猝不及防,而如果对方选择离开,你或许也没有办法挽回。 既然一段感情没有那么顺利,其实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选择,当对方选择放手的时候,如果你能果断的放手,或许对方还会有一丝留恋,如果你总是死柴烂打,那么对方也会厌烦,其实感情这件事情,向来都不好说,但是相恋那么长时间的人,也不是说分手就能分手的, 每个人,也都会清楚的知道,遇到不容易,珍惜才是最正确的选择,来排点下,在生活中很聪明,分手后,直到晚回,未来十五天,爱情能够重新回头,前阵回心转意的星座。 白羊座,白羊座的人看着对感情大大咧咧的,但是其实对于自己的爱情,白羊座一直都很舍不得,爱情中的白羊座很简单,只要不触及底线,就还有挽回的可能。 所以在感情中的白羊座,一旦爱上一个人,就会一直选择坚持自己的爱情,或许白羊座的爱情已经不像从前,但是既然前任会回头,也算是给了白羊座一个台阶下,前任会心转意,是否负荷也都掌握在你手中。 射手座,射手座的人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外表不在意感情,实际内心很看重感情的星座,射手座的人不喜欢表露自己的心思。 所以就算很爱对方,也总是不怎么会表达,在爱情中的射手座也总是跌跌撞撞的走着,不过在分手之后的射手座,也很难忘记自己的爱情。 未来十五天,射手座的爱情也会重新回头,并且前任也会回心转意,最初的爱情还在等着你。 狮子座,狮子座的人很看重爱情,也是一个特别会表达自己的星座,在感情中的狮子座,也总是特别理智,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爱情,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,也明白爱情是需要两个人一起付出的。 虽然曾经会比较任性,可是也会找到合适的时间去理解,在未来十五天,狮子座的前任也会重新回头,爱情也会回到你的身边。 如果你对前任还要留恋,也是一个不错的复合机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